结婚三年,丈夫突然喷起了香水 衣服一天一换,脸上带着久违的笑意 中秋节,我看着他手机订单上的鲜花和月饼 第一次挑明了问他 要不要和你小女朋友一起过中秋 他变了脸色,回答我 说什么呢,那是我同事 我轻轻涂上口红,喷上香水 看着他铁青的脸色说 哦,那我要和我男朋友一起过节了 豁然谈起了恋爱,在我们婚后第三年 他从来没想着隐瞒 无论是衣服上的莓果味香水 还是晚上突然接起的电话 他仗着我们多年的感情 明目张胆地将这些摆在我眼前 今晚又是如此 他刚躺下,电话声就响起 他拿手机去阳台,外面雨声很大 顺着阳台的缝隙 他的安抚声夹杂着雨声飘进我的耳朵 别怕,别怕,明天我就陪你 忍一忍,要不先去医院 没事的,没事的,恋爱两年,结婚三年 我听过无数次他的这种腔调 每一次都会感慨他的温柔 但是也是最近我才知道 他的温柔可以一动不动地复制粘贴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下一秒,霍然走出阳台 边换衣服边说,外面雨太大了 我要带个人回来 他说完,不等我出生 拿了外套冲出房门 今年,他的公司小有成色 回家时,父母提醒我终于把木头雕琢得像个样子 是时候该上锁了 但是锁还没来得及上 木头就自愿拖着残缺的身子投入别人的怀抱 霍然走得急 阳台门都没关 我坐在床上看着雨点飘进屋内 突然想起了刚结婚时 霍然执着我的手说 念一,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如今想起忍不住发笑 男人的鬼话,果然不能相信 我从小养尊处优 没受过什么委屈 但是毕竟五年感情 我决定给他最后一个机会 我给霍然打了个电话 直接了当地说 霍然,别带人回来 他那边一片嘈杂 雨声风声都掩盖不住他 略微带着怒气的声音 能不能懂点事 这是我同事 他没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 反手拨通另一个号码 今天雨好大,有地方去吗 对面人很上道 轻烈的少年音响起 没有,行,那来我家吧 我撑着伞等在门外 霍然率先从车里钻出来 他抬起被雨水冲刷的毛子 满眼精亮地望向我 随后抬脚向我走来 我知道他会议错了 他以为我在等他 他以为我这是服软的信号 我不动声色地 避开他身向伞柄的手 他动作停顿了一下 接着自然体贴地开口 念衣,外面雨大 伞给我,你进屋等我吧 我先给小冉拿东西 与此同时 车里的人也钻了出来 白裙子,容貌艳丽 这张脸我没见过 但是冉安这个名字 我从霍然嘴里听了许多遍 最开始一次 是我待在家里 心血来潮走苹果派 霍然最喜欢这种甜丝丝的东西 家中总会隔一段时间 请糕点师来做 那次我忙活了几乎一个下午 才做出一块成型的 但是晚上 霍然尝了一口 下意识脱口而出 没有冉安做的好吃 他意识到说错话 急忙补救 冉安是美食主播 肯定是会做的 辛苦念衣了 我看着他慌里慌张地解释 当着他的面 要不你去找份工作做吧 你这性格也太暴躁了 我家境富裕 从小到大 没有为钱的是烦心 父母不止一次告诉我 我什么事都不用做 唯一要学的 就是学会怎么花钱 如何花钱 大学毕业后 我放弃许多优渥的职位 全心全力扶持霍然的公司 当时父母苛责地看着我 数落我不会花钱 付出和投入不成正比 但是他们愿意给我试的机会 他们向来开明 即使看不上霍然 但是在我们的婚礼上 依旧给了霍然一家足够的面子 甚至在霍然妈妈 拉着我的手问我 这婚纱不便宜吧 怎么不租一件 还能笑脸面对 他们给我尝试的机会 让我处理一切 爸爸经常告诉我 别局限于女生的这个身份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唯一的要求 是你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如今霍然的公司刚走上正途 我歇了不过半月 他便内涵我不务正业 那块苹果派 或者说冉安这个人 是我们冷战的开端 霍然喜欢冷战 一旦吵架 他不会像我一样大吵大闹 他会沉默地闭嘴 虽然依旧和我说话 但是只有早安晚安 我不喜欢 一旦冷战 我就绕在他身边 碎碎念 闹得他安静不下来 不解决问题 不罢休 他总会在我的公式下 拜下阵来 开始直面问题 然后解决 这么多年都这么过了 但是那段时间 他提起冉安的次数越来越多 借着夸冉安贬低 我的次数越来越多 我不止一次提出 别在我面前提冉安 心烦 他当时闭上了嘴巴 但是晚上又开始说了起来 归根到底是一个问题 投入时间和回报不成正比 我手机里随便接了一个电话 敲定了一份合同 可能就是阮安几年的收入 我的性格他最清楚 有什么事就要当场解决 他不解决问题 不面对问题 他就是想采用这种方式 让我妥协 但是我妥协不了 最开始我会解释会闹 他平静地看着我闹 后来我就不解释了 他乐意夸阮安那就夸 霍安这个选项 是过了 是个错误选项 阮安跑到我的伞下 略微仰头冲我笑 谢谢您一姐 霍然重没看向他 不是让你待在车里吗 我去拿毯子 身体本来就弱 这会感冒了 你更难受 女孩被雨水淋过的妆容丝毫不花 轻轻笑了出声 我哪有那么娇弱呀 他们两人你心疼我 我心疼你 硬生生把我称成了背景牌 霍然像是才想起我 念一 这是阮安 我同事 她被困在公司 打不到车 小姑娘又来一妈肚子疼 我才接她回来 她的这句话草点太多 我竟然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开始吐槽 最繁华的A是 下雨打不到车 还有她来一妈肚子疼 关忽然什么事 反正和他们两人挤一把伞 我觉得晦气 我轻轻一开伞面 往前走一步 他们二人肩膀顿时湿了一片 然而一双眼 立刻蒙上雾气 眼泪欲落不落 念一姐 别因为我和霍然置气呀 霍然看向我 皱了眉 念一 你这是什么意思 她话音刚落的同时 有车停在门口 白皙修长的手推开车门 随即少年人单薄的身体 钻出车门 乌黑的发请客被雨水打湿 睫毛下的眼睛 像晶莹剔透的玻璃 她定定地看向我 姐姐 我举了伞去接 少年人单薄的身体 顺势靠上来 我挽上她的手臂 霍然咬紧了牙 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往下躺 她咬紧了牙问 这是谁 我看着她漫不经心地回答 我同事啊 陈指很上道 和我一起站在伞下 对霍然打招呼 然哥好 她说完 不等霍然回答 垂头看着我 自然地接过我手中的伞 念一姐 我们快进去吧 外面冷 别感冒了 我跟着陈指抬脚往前走 霍然一把拽住我的手腕 顾念一 你连工作都没有 哪来的同事 她到现在还在纠结我的工作问题 我突然不知道 这么多年的陪伴算什么 是不是在她那里 我没有工作 就是盼了死罪 然安跑来 拉住她的手臂 扬起一张清纯的脸 然哥 我们快进屋吧 外面雨太大 还想进屋 我正开霍然的手 提醒道 忘记说了 别说密码我换了 这么大的雨 还这么晚 赶紧找个地方住吧 要不然 真让你的小女友灵感冒了 我都心疼 也许是此刻的 雨水冲得豁然清醒了 她倒是突然平静了下来 不过阮安在一旁 哭得梨花带雨 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念一 你一定要做这么绝吗 我说了 是同事 我也看过去 对呀 她也是我同事 还有 做的绝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忘了 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 和你没有半点关系 我和陈指的故事很简单 认识她单纯是因为我起了色心 那段时间 豁然张口闭口染安 身上带着嚣张的香水味 三天两头出差 我嘴上再怎么释然 心里还是烦闷 最终重新捡起画笔 去了以前常去的那家画室 第一节课就遇到了 在画室兼职人体模特的陈指 他半裸着上身 肌肉饱满 但不夸张 他应该是第一次兼职 不太能适应 僵硬地坐在椅子上 一双耳朵通红 等会话结束 他穿上衣服 满满的少年气挡都挡不住 举手投足间 和年轻的豁然有几分相似 那天我才明白 不止男人喜欢年轻的 女人也喜欢 反正当天我拦住了陈指 直接了当地说 跟我半年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我不是把它当作豁然的替身 我很清醒 我就是喜欢这一类型而已 当时他卸掉了脸上厚厚的粉底 脸上的青青紫紫十分明显 甚至小臂上有几处刀伤 他垂着头 小声提自己的要求 念一解 我想能安安稳稳过完大学 不再受伤 他能准确地念出我的名字 已经知道我的身份 但是却提出这么简单的要求 我一时愣在原地 我停顿了几秒 他可能以为我不乐意 又放宽了要求 只要不让我受重伤就行 说完后 利落地俯下身 讨好的蹭了蹭我的脸颊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眼神 像是小狗找到主人 肆无忌惮地撒娇 说着自己的委屈 陈指进屋后 迎着客厅亮眼的灯光 我才看清 他陈角青子 眼角处有道浅浅的红痕 不断有门铃声响起 陈指在沙发上坐立不安 轻声喊我 念一解 要不我先回去吧 我把调门铃店员 看着他问 脸上怎么弄的 他倒是很骄傲 抬起头眼中精亮 和室友打架 说完像是想起什么 又补充 我赢了 忽然此时在外面敲门 一声鼻一声响 我毫不理会 问陈指 怎么不用我留下的人 他们就是保护你的 陈指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漂亮的睫毛 在灯光下投射出一圈弧形阴影 生母因病去世 继母带着大他一岁的哥哥进门 他就被私生子压在头下 那些人敢欺负他 大半都是他那个哥哥的授意 我站在他身前看他 问想不想报仇 他眼中精亮 不用 我想自己来 这才多久 这才几天 捡回的宠物就露出了丽牙 赶在我面前 大大方方展露自己的锋芒 敲门声越来越大 陈指抬头看我 念一姐 我帮你把外面的人赶走吧 要不然今天估计睡不好觉 脸上轻轻自自的年轻人仰头看我 信誓旦旦的对我说要帮我 像是小猫小狗突然找到了用途 急于表现自己 我顺手拍了拍他的头 问他 今年多大来着 他脸上疑惑 不明白话题怎么转换的这么快 但是依旧乖乖回答 二时 我记得你妈妈去世时 你们家有人来找我 要一只红玫瑰 我妈妈喜欢花 我家旁边的别墅被爸爸买下来 改造成了玻璃花房 温控调湿 通暖气 因此常年开着各种花 这是人尽皆知的事 那年冬天 我和妈妈一起窝在花房里 看刚运来的新花种 有人敲响了花房的门 外面雪都没停 来人赤脚穿着拖鞋 语气急切 打扰了 能不能向顾夫人借一只红玫瑰 我向来记性好 调查完陈指身份后 第一时间想起了这件往事 陈指眼里像撒了一把碎钻 定定地看着我露出一个笑 对 是我 燕一姐 我欠你一只红玫瑰 他说完又垂下了头 我是不是有点没用 以前找你借玫瑰 现在还要你保护我 他一双手搅了右脚 此时豁然已经气急霸坏 喊我的声音隔着门都能听到 我笑着说 不啊 你可以帮我把门外人赶走 我不知道陈指用了什么办法 但是确实 他出去后 门外突然没了声响 一夜无梦 我躺在床上醒来时 顺手摸了摸身旁 摸到一片冰冷厚 手指一顿 下意识喊出了声 老公 怎么起这么早 意识回笼 我这才想起 昨天已经和霍然撕破了脸 离婚这种事 需要快刀斩乱麻 我不想等以前的美好回忆 翻涌上来时 把我变成我都不认识的样子 我从枕头下掏出手机 全是霍然的电话和消息 结婚三年 他还没有这么急过 我不看他挽留解释的话语 毫不犹豫 离婚吧 发完后 心口向空了一块 我躺在床上 控制不住地想起 和霍然的相识 他是大我两届的学长 新生开学时 他作为优秀学生发言 白色短袖 半矿眼镜 轻而易举地 抓住在场大半人的眼球 包括刚成为大二学姐的我 再次见面是一节水客 我去得晚 到处找位置 一眼看到他 他那时摘了眼镜 戴着口罩 但是我竟然一眼认出 张了嘴想喊他 他冲我弯了弯眼睛 抬手笔 虚的手势 他是帮人代课 一节十五 了解后 我才知道 不只是代课 他还有奶茶店兼职 学校食堂兼职 学校勤工助学岗位 他告诉我 这些工资 就是他每月的生活费 他是真的穷 但是眼里的光 怎么都挡不住 他说 毕业后 我要留在这 我要开公司 把父母都接来 后来 他说 念一 我要一辈子对你好 我又想起和他争执的那段时间 我实在受不住冷暴力 跑到他面前哭着问他 为什么总提染安 你以前从来不这样 豁然沉沉看向我 念一 人都会变 你看 你以前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哭啊 等闲变去故人心 却到故人心一变 有人把以前的美好回忆 变成苦海里的一罐糖 牢牢攥住不肯松手 律师就把糖拿出来 翻来覆去的脚 他以前不这样 他以前对我很好 在我这里 以前的那些美好的回忆 是一把把利刃 没想一次 他们就往我心口上扎一次 但是糖能吃完 刀会生锈 总有释然放下的那一天 豁然的电话很快打了过来 他没了以往的圣券在握 反而气急败坏 顾念一 我不离婚 你大可以去起诉我 看看我到底有没有出轨 我说了 是同事 你为什么不信 我知道他没出轨 我也看过他们的聊天记录 他们心里一清二楚 借着朋友的旗号型暧昧的事 他们比出轨更恶心 我在床上平躺了一天 在睁眼时 客厅一片喧哗 我下楼 看到霍然妈妈和爸爸 他们围坐在客厅 电视放着综艺 一家人其乐融融 当时为了方便 别墅门上录了他父母的指纹 但是我没想到 他竟然能把他父母接来 见我下来 霍然妈妈亲热地拉起我的手 念一 来看电视啊 我不动声色地抽出了手 坐在一旁的沙发上 丝毫没有稀释宁人的意思 我和霍然在商量离婚 霍然倒是突然站了起来 顾念一 我不离 我不离 以前霍然和我无论闹得有多大 我都乖乖给他父母面子 但是现在没必要了 我也不想给了 我垂着头不接话 他们也许察觉到 这次和以往不同 霍然妈妈很声对霍然喊 你给我坐下 她说完急忙挤在我身旁 拍着我的手和我说 念一啊 霍然她错了 就该罚 但是别拿离婚开玩笑 我们也知道了 就是霍然帮了同事 这种小事别往心里去 我们才是一家人 而且离婚对你一个小女孩来说 多不好 嗨 其实当初你也知道 我们是不大同意霍然娶你的 哪有人真的能食指不沾羊春水啊 结婚时 不知我爸妈没看上霍然 他爸妈也没看上我 只不过他们一家表现得隐晦 新婚第一天 我是在霍然老家过的 早上六点 霍然妈妈让我起床做饭 她边敲门边说 女孩怎么能不会做饭 那时候我才意识到 她们只够在外面看的饭店 她依旧不停 还是要学会做饭啊 外面做饭不健康 我知道她的见识和眼界就是如此 所以我没表现出厌恶 一如既往地好好对她 但是此时 她说出的这些话 让我明白 有些人 不管对她多好 都固执己见 都养不熟 亲家来了 今晚想好住哪了吗 我扭头 看见爸爸妈妈推门进来 念一 快过来 妈妈冲我招手 我急忙跑过去 她摸摸我的脸 说这么多 出戏 爸爸又重复了一遍 想好住哪了吗 晚上不太好找地方 霍然爸爸垂着头 霍然妈妈倒是站起了身 疑惑地问 这肯定是住家里呀 哪里能比得上家里 这房子是念一的 念一不乐意 那只能请你们出去了 话不是这么说的 结婚后 霍然 你领着你父母出去吧 爸爸丝毫不理会霍然妈妈 对着霍然发号施令 语气带着伤位者的蔑视 一直缠着 我的霍然妈妈 就这么轻易地走了 我扑在妈妈怀里 嘟囔道 妈 爸好厉害 他戳戳我的头 也就你最心软了 和他们多什么话 他说完 抬手摸了摸我乱糟糟的头发 把我按在沙发上 坐着 妈给你梳梳头 等下领你出去吃饭 你肯定又不好好吃饭 爸爸自己找了茶具 他把茶叶泡进杯子后 才问我 想好怎么做了吗 我的头皮被妈妈扯得发麻 一边轻呼轻一点 一边回答 和他离婚啊 看霍然那样 可能不是那么好离的 念一 我教过你 抓住七寸 一记毙命 但是 目前他们没有什么七寸啊 我知道是我太心急 我完全可以忍忍 忍到豁然忍不住出轨 抓住证据 一记毙命 而不是现在 他们关键的事都没做 我就直接将所有事都挑明 我垂下了头 忍不住在父母面前撒娇 爸妈 我真没用 应该忍忍的 妈妈把我的头发 挽成一个丸子 她拍拍我的头 笨 忍什么 我们就是你的后盾 谁敢让你忍 那种为了抓丈夫出轨 而委屈你做戏的桥段 在我们家永远不会出现 你爸的意思是 没有实质性证据 就创造证据 也许是察觉到 这次我不是在开玩笑 也许是我爸爸震慑到了霍然 霍然突然恢复成了以前的模样 早餐午餐晚餐 餐餐不辣 聊天时也尽力找着话题逗我 我问她怎么进来的 她回答说 把她妈妈一起带来 再打车让她回去 她说 我把她的指纹删了 等我什么时候原谅她 她什么时候再重新录指纹 她愿意折腾就折腾 愿意感动自己 就感动自己 在我看来 真的没必要 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 我们中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事 她轻而易举地主动先过 妄想立刻回到从前 但是我忍不了 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 她那颗心 就是因为别人在游离 我走到餐桌前 看也不看她准备了一大桌早饭 给自己倒了杯牛奶 在饭桌前坐下 霍然倒是惊慌失措 急急忙忙站起身 念衣 我给你洗个苹果 我有早饭后吃水果的习惯 霍然记得很清楚 多少个早上 她急着上班 还会帮我把水果洗好 放在果盘里 出门前一刻 还会提醒我 念衣 水果在果盘里 洗过了 霍然进了厨房 她没关厨房门 因此我在客厅 能听到几分水龙头冲洗的水声 轻而易举地 就想到了 霍然强硬地想接燃安回家的那天 我一个人坐在床上 听阳台传来的水声 霍然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震动两声 女人的直觉 我觉得是燃安发的 从结婚到现在 我几乎没主动看过霍然的手机 但是 此时 我微微起身 捞过霍然的手机 指纹匹配失败 但是没关系 我已经看到了消息通知 一条鲜花派送成功的消息 一条月饼派送成功的消息 还有燃安的那句 谢谢燃哥 花和月饼都收到了 霍然端着果盘出了厨房的门 见我拿着手机 倒是不紧不慢地出门 她把果盘放在我面前 抽走了我手中的手机 开口解释 中秋节 公司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劳烦她 亲自订鲜花订月饼吗 每个人都能要她专门送到自己手里吗 有交叉放在桌子上 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她告诉过我 这个姿势能很好地掩盖自己的紧张 她远没有表面那么平静 我此时不是质问生气 反而是笑了 第一次挑明了问她 怎么 今天不能和小女朋友过中秋啊 豁然脸色铁青 咬紧了牙回答我 念衣 只是同事 同事会在知道她已婚的情况下 约她单独吃饭 同事会大晚上不顺应要等她一句 晚安 同事会撒娇 求着她给自己带特产 我不知道 反正我没这样的同事 但是我也不想和她辩解 我不在意的时候 她说明天陨石撞地球 我都能表现出香心 我喝完了牛奶 当着她的面 从放在沙发上的包里拿出口红 又喷了两下香水 这才站起来 看着豁然说 那你慢慢吃 我要陪我的小男朋友一起过节了 豁然没了伪装的平静 站起身拦住我 你什么意思 我轻轻推开她 开个玩笑 我也和同事一起过节而已 豁然听了我的话 脸色没有缓和 反而更加僵硬 我出门前 她才硬邦邦吐出一句话 别以为你身边那个是个什么好人 我想起那天吃完饭后 爸爸罕见地提起了陈旨 她一百提起豁然的随便语气 反而认认真真对我说 你身边那个小宠物 要赶紧上个项圈啊 这些天被豁然缠着 还要忙着布局 一时忽略了陈旨 只是偶尔累急了 会放松似的想一想 陈旨会怎么处理她自己的事 手机里她发给我的最后一条消息 还是昨天的 念一姐 看猫猫 很乖 下次领你来摸摸呀 图片里骨骼分明的手下 是一只眯着眼的三花猫 少年的手背上 带着几条隐隐的擦伤 我看着那只被呼噜头的猫猫 罕见地找人掉了陈旨的位置 是个酒吧 我以为它在里面兼职 但是到了才发现完全不是 大厅里面工筹交错 一面面玻璃 把隔间与大厅分割开 隔间和大厅紧紧靠着一块玻璃隔音 这是这家酒吧的特色 我进门后 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隔间里的陈旨 在我面前垂着头说 我是不是很没用 本人 如今右手加烟 放松地搭在膝头 左手边坐着个穿着清凉的姑娘 嘴角擒着慵懒的笑 她围仰着头 眼神向下 嚣张地逆向对面的人 听不到声音 只能看见她嘴唇微动说了几句 嘴角的笑更加明显 是我不曾见过的陈旨 嚣张地让我心痒 陈旨说完后收回视线 吸了一口烟 视线向上猝不及防 和玻璃外的我对视 我看她猛地甩了 夹在手中的烟 突然开始撕心裂肺的咳 我站在隔间玻璃外 挑了挑眉 出戏 她壳的眼眶发红 却依旧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不能说话 却固执地想说 我从她壳的断断续续的唇形里 依稀辨认出两个字 别走 隔间里面的人也发现了我 连忙堆起一脸笑朝我走来 走动间 身上的肥肉一颤一颤 小顾总来了 刚还和陈总谈起你呢 脸上谗媚的笑 让人厌烦 我看了她一眼 确认对这人没什么印象 但是我依旧问了一句 我家要破产的消息 你没收到 老板了然 但是依旧弯着腰 这说的什么话 顾家百年基业 没有真的倒下 就还是顾家 这才是聪明人 就是不知道 豁然知道了这个消息后 会不会一样聪明 我冲老板略微汗手 抬脚走了进去 陈指已经平静了 只是那双眼还是发红 他身旁那个姑娘 端了一杯茶地向他 他直挺挺地跳起 好可怕 说话间隐约 还可以闻见烟草味 但是我莫名就被他取悦 我没说话 那个笑咪咪的胖老板试探 陈总果然和小顾总熟识啊 那我们什么时候拟定合同 我故意看着陈指不说话 看着他又紧抿了唇 他不安地拉着我的手指 轻轻摇晃 他越来越急 却是连一句解释的话 都说不出口 只是拉着我的小指 晃得更加厉害 我干脆牵了他的手 感觉他僵硬离顺 忍不住笑着问他 来这干什么 我语气缓慢 陈总 老板连连点头 对呀 对呀 眼前的小狗仔 更紧地牵了我的手 红着脸却没反驳 嗯 我看着在我面前低着头的人 心情很好的伸手拍着拍他的头 怎么不找我投资啊 顾家独女 够不够这个资格呀 陈总 陈指猛地抬头看我 眼睛亮得像是撒了一把碎钻 他的眼神像有实质 站在我脸上不肯一开 正正地喊我 念一 第二天 顾家疑似破产的词条 突然冲上了热搜 有人相信 有人不信 更多的人是唏嘘 觉得几百年的基业 就这么轻易倒了 实在可惜 直到媒体拍到我爸爸妈妈突然出国 相信的人才多了几分 念一 疯了 这个时间点拿那么多钱投资陈指 豁然应该是刚下班 火急火燎的赶回来 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是个蠢的 那些消息他是听进去了 我忍不住勾了唇脚 怎么 不装了 顾家都要破产了 你还乱来 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吗 陈家早就被他攥在手里 避重就轻 那又怎么了 养只小猫小狗 还知道潮人费两声呢 这是陈指准备的咖啡 应该是多加了两块糖 竟然意外不错 我抬头看向霍然 你要是有时间 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吧 霍然变脸极快 压住满脸愤怒 坐下对我说 我不离婚 我也没想过离婚出轨 我只是看你在家不工作 觉得不舒服 我觉得不能总靠家里吧 反正现在顾家都快破产了 我们重新开始吧 原来这就是他的真实想法 我还以为是因为什么呢 但是他好像忘了 他做兼职的那些日子 拼死拼活的干 那个时候我在干嘛 我在度假旅游 那种情况下 他都能攒出钱给我买项链 他笑着说 我要更加努力 不能让你比在你家过得更差吧 怎么现在生活好了 我刚帮完他 他就觉得我应该找工作了 我站起身 将剩下的咖啡 一股劲全扑在他头上 你让我觉得恶心 我凌晨敲定的合同 我熬了几个通宵做的项目 我一大早开的视频会议 你全看不见是吗 还有你有今天的成就 你当然不是靠的家里 你是靠的我 霍然顶着一头咖啡 谋色深沉 那现在呢 你也养那孩子一段时间了 你觉得公平了吗 你心里的气数了吗 我从来不觉得 感情是你压我一头 我压你一头 我也从来不觉得 感情里讲究分一个胜负 我从来没闹脾气 我就是想和你离婚 仅此而已 霍然站起身 指着我 行 你行 等你们家破产之后 别来求我 他说完想走 我拍了下手 两个保安立刻进来 他才反应过来 顾念一 你干什么 身后两人牢牢按住他的肩膀 我又甩手一巴掌落在他脸上 这是我的家 你四闯明宅闯习惯了 不付点报酬 我打了两巴掌 坐回了沙发 冲厨房喊 陈指 他这才端着裹盘出来 豁然看见陈指从厨房出来 忍不住大骂 顾念一 你装什么 你再显摆陈指多听话吗 什么时候被他咬上一口 你都不知道 我绝对不离婚 我要把你家弄破产 我要你跪着求我 曾经穿着白衬衫浅笑的少年 如今偏执的可怕 我摆了摆 有人拿毛巾堵住豁然的嘴 一时安静 豁然头发上沾着咖啡叶 整个人跪在地上 我冲他笑 你这什么急 我画室的同事啊 来做客都不行 我向来不是什么大度的人 我向来牙字必报 欺负我一分 我要十分还回去 从拦住陈指那一刻起 我就没想过善终 我才不假惺惺的希望离婚后 我们都能过得更好 我就是要看他贫困潦倒我才畅快 陈指举了葡萄来喂我 我向他看去 他又耳阔通红地垂下了头 我抬手拍拍他的头 问他 陈家公司怎么样了 他冲我露出一个腼腆的笑 回答得很果断 毫不隐瞒 已经是我的了 他一只手依旧举着葡萄 我轻巧地避开他的手 从果盘里拿了一颗 他突然急了 慌慌张张地解释 念一 再等等 我的玫瑰已经开了 还有别的玫瑰 到时候一起送你 好不好 他紧紧攥着拳头 葡萄被他捏在手心 从纸缝里 透出鲜红的枝叶 他像是丝毫察觉不到 只盯定地看着我 又小心翼翼地问我 好不好 我不说话 抽出纸巾 把他的手心掰开 细细地为他擦干净葡萄汁 他本来就白 擦干净葡萄汁后 手心鲜红的指印更加明显 半月牙的形状 密密麻麻 一层叠着一层 活像是忍受了多大的委屈 我顺手扔了纸巾 他像是得不到糖果的小孩 缠着我又问 好不好 我看着他手心的红横 回答他 再说吧 他又要下意识握紧拳头 我眼急手快地摘了颗葡萄喂他 他这才乐颠颠地看我 欢快地坐在一旁 天刚暗 豁然的手机铃声便响得不停 陈指从我为了他磕葡萄后 就恢复了往常的模样 乖巧地坐在一旁 我看着渐渐暗下去的天色 问他 你猜猜谁打来的 冉安 我冲臣指向 又为给他磕葡萄 不会是冉安 我给冉安一部常年大火的综艺资源 他一个美食博主 面对那种天上掉馅饼的情况 现在正绞尽脑汁 想着如何接馅饼 怎么可能来管霍然 接下来 就让霍然看看 什么叫大男临头个自飞 直到半夜 依旧没人来找霍然 我累了 抬手是一保安把霍然放了 陈指倒是眼中精亮 巴巴地凑到我面前 念一 我送霍然回去吧 行 那你送 那晚 陈指送霍然回家 路上突发车祸 霍然进了医院 陈指却安安稳稳地站在我面前 他仰着头满脸后怕 幸好我运气好 要不然就要和霍然一起住医院了 偶尔的小脾气无伤大雅 况且陈指很有分寸 霍然住在医院里依旧整日工作 他这个人轴 说出的事情一定要办到 故事此时表现了一日比一日颓废 直接解聘了大半的人 网上是铺天盖地的消息推送 故事破产 故事夫妇抛弃独生女飞往国外 顾小姐售卖别墅 霍然的公司倒是如日中天 越来越多的人提起他 不再是小顾总老公 而是年轻有为的霍总 与此同时 阮安的第一部综艺也开播了 第一集刚播出 他凭借着一手好厨艺 和清纯甜美的长相 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在他飘飘然的期间 我找到一家 曾经和顾家有过合作的公司 亲自谈签约他的事情 只有把人牢牢抓在手里 我才放心 网络上到处都在传 顾家破产 来接待我的 常常 这些天的作戏 其实不只是霍然 有几家公司都选择相信 付了违约金来解除合约 我倒是很好奇 他是怎么识破的 我妈撒着杯柄 直接了当地问 外面都在传顾家破产的消息 你不相信 坐在对面一身职业装的女人 倒是突然站开一个笑 她说起了别的 我有一个儿子 和你一般年纪 懂了 原来破绽在我 顾家要是破产 爸爸妈妈肯定竭尽所能 把我先送出去 而不是现在这样 抛下我一个人留在国内 对面人见我明白 略微举了举杯子 合作愉快 当晚 然安应该是刚签下合约 我就在门口看到了她 我把别墅卖了 如今住的一间公寓 她能找到 也是费了不少心思 她戴着口罩墨镜 全副武装 生怕有人认出她 即使这样 依旧挡不住她眉眼的喜悦 她看见我 一改之前的唯唯诺诺 走到我面前 围着我上上下下地看 嘖嘖嘖 顾念一 你也有今天 落魄了吧 大小姐 你要是求求我 没有啊 她看着我继续说 但是我就是看不惯 你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你看你现在 谁能帮你 你的老公也喜欢我 你能怎么办 我看着她的模样 觉得无趣极了 她看不惯我这种人 但是当公司 给她抛橄榄枝的时候 不是依然乐颠颠的签了吗 她不是讨厌我 而是嫉妒我 我看像笑个不停的人 淡淡的说 你嫉妒我 她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 我嫉妒你 我嫉妒你什么 是嫉妒你家破产 还是嫉妒你老公喜欢我 我把她推开 解锁门锁 冲她说 那又怎样 只要我和霍然没离婚 你就永远上不了位 我看着她的模样 在关门的前一刻提醒她 别破房啊 更让你破房的 还在后面呢 发给霍然的离婚协议书 在这晚突然有了回音 第二天一大早 有人将协议快递给我 还有霍然的消息 签了 你看看 我打开快递 看着 霍然 两个字 第一次觉得真实 纠缠这么久 终于签了 她的性格我知道 要是把她逼入绝境 她只会咬死了 不肯放松 但是现在 仅仅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局 她竟然签了 喷喷 有人敲门 我打开门 看见陈芷站在门口 手上拿着一朵 妖艳欲滴的玫瑰 她冲我笑 漆黑的瞳孔 看着我手里的离婚协议 最后只看着我 轻声说了一句话 玫瑰开了 念一 她开车带我驶向了郊外 在睁眼时 眼前是大片的玫瑰花 层层叠叠扑向远处 临近十月 过了玫瑰的花期 满庄园的玫瑰花 竟然毫无衰败的痕迹 一朵一朵的玫瑰挤在一起 也许是刚浇过水 花瓣上蒙着一层雾气 陈芷坐在一旁 定定地看我 轻声张口 念一 送你的玫瑰 全开了 但是我不喜欢玫瑰 她也只是欠我一朵而已 我看向陈芷 张口想说话 她抬手捂住我的嘴 不同于她这个人 她的手心滚烫 你别说话 我不想听 她又掏出几分合同 一股脑袋全塞进我怀里 陈家的公司 霍然的公司 还有我自己很久之前拼下来的 我的存折 我的房产证 我的身份证 她一件一件地说着 捂着我的手 微微颤抖 全给你 念一 我手掌里攥的那朵 她在门前送给我的玫瑰 细长的梗干干净净 顶端坠着一朵 娇艳欲滴的玫瑰 僵持了许久 她最终拿开了捂住我的手 慌张地垂下了头 我摸了摸手中的玫瑰 喊她 陈指 你只欠我一朵 我要这一朵就好 霍然被报婚内出轨 出轨对象是冉安 很快 霍然婚内出轨 冉安怀孕 类似词条变上了热搜 冉安当即发文澄清 和霍然存在一段时间同事关系 但是我们清清白白 并且我没有怀孕 她的澄清刚发就被撤销 很快 我的电话响了起来 不同于那天晚上恶意的嘲笑 此时她嘶吼着问我 是你 是你 是不是你 电话很快被人接过 那边恭恭敬敬地说 放心吧 她会说该说的话 谁关心她是不是真的怀孕 没有证据 我就创造证据 霍然的公司也保不住了 她千挑万选的合作对象 其实顾家都私下去找过 大半都是聪明人 看见我的脸 就什么都明白了 这个结果眼上 他们宁愿交违约金 也要和霍然终止合作 因为有顾家给他们兜底 开发到一半的房屋 刚引进的器材 没有及时的资金跟进 霍然的心血 变成了一堆废铁 拖到第二天早晨 阮安才正式发文 大意就是 对不起大家 确实和霍然有一个孩子 但那只是个意外 现在已经没了 希望大家能够原谅她 大家不是傻子 她的澄清一出 便有人追着问 什么意外 他们闹到霍然那里 霍然一字一句地解释 我都没碰她 她不可能怀孕 直到有人甩出一张 霍然和阮安进出酒店的照片 霍然依旧不承认 那是前几天的事 怎么可能 测都测不出来 但是谁管真相呢 她豁然是个出轨渣男 已经是尘埃落定 板上钉钉的事 霍然到晚给我打了个电话 接通后许久 她才问出一句 你家没破产 对吗 我毫不犹豫 对 是我对不起你 我挂断了电话 那些忏悔的话语 留着说给她自己听吧 我出门时遇见了陈指 她不知道在台阶上坐了多久 她看见我 满眼睛亮 急急跑过来 念一姐 我什么都不要 名分也不要 让我陪在你身边吧 我看着她漂亮的眼 突然就想起了去画室那天 其实那天我到得很早 在卫生间补妆时 外面嘈杂一片 你说 陈家这小子 怎么突然要来画室兼职啊 顾大小节在呗 拍上他 你几辈子都不用愁了 更别说 现在陈家正是关键时期 当我回画室时 一眼就看见 坐在凳子上耳阔通红的少年 他漆黑的眼钉钉望向我 眼里是势在必得 下课后 我拦住他 跟我半年 想要什么随便提 我又想起了 在酒吧那个满脸肥肉的小老板 他不是什么投资人 不过是来观察 陈旨和我进行到哪一步的管家 我们原本就是一场目的不纯的交易 就别掺杂太多感情了 我轻轻推开他 往前走 不了 你想要的都得到了 不用陪在我身边了 已经快到冬季 今天竟然是罕见的晴天 电话铃声响起 妈妈的声音一如既往 念一啊 来这边玩几天吗 你爸爸忙完了 爸爸出国 只是为了开拓市场 只要留心观察 绝对可以发现端倪 我不知道是豁然太自以为是 还是太希望我家真的破产 他竟然丝毫没察觉出 我握着手机 回答道 嗯 今晚就出发 几年的纠葛 终于让我清醒 手机那边 我的父母 才是我的人间烟火 才是我的医生 沉止番外 那年雪很大 妈妈躺在病床上 他还没合眼 但是外面已经欢天喜地地 准备着他的葬礼 他手都抬不起来 眼睛却直直盯着窗户旁的油画 是符玫瑰花的油画 那是他年轻时 送给爸爸的礼物 他精神好的时候 不止一次和我说过 爸爸领他看的那满地的玫瑰 有多么漂亮 多么盛大 后来我也去看了 其实就是老家屋后的 一块地中的月季而已 妈妈握着我的手 逐渐失去了力气 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慌乱 只是他的眼睛 依旧看着破旧的油画 我连鞋都来不及穿 跑向了顾家 只有顾家 现在有新鲜的玫瑰 他们夫妇很恩爱 不像我父母一样 爸爸事业有成后 整夜不回家 敲响了门后 我斟酌着要说什么 却看到一个 穿着裙子的女孩 露出半边脸 花房里面的热气翻涌出来 他像是很惊讶 我为什么穿这么少 得知我的来意 很快递给我一只红玫瑰 还有一顶粉色的帽子 快回去吧 节哀 那只玫瑰 最终也没有送到妈妈手里 在门口 我撞见了名义上的哥哥 他看见我手里的帽子 一把抢过 这是顾念一的帽子 上次参加宴会 只有他一个人戴这种帽子 你怎么会有 顾念一 名字真好听 那种宴会 人人都穿着得体的西装和晚礼服 连小孩都不例外 只有他 可以随心所欲的 戴着一顶小绒帽 他抬脚把我的玫瑰踩进雪地里 找人揍了我一顿 拿着帽子走了 玫瑰我没能留住 直到几年前 他出车祸 撞断了双腿 我才留住了帽子 陈家去外地发展 但是我经常回来 最初是想和他交个朋友 但是他太幸福了 应该不需要我这种朋友 我依旧守着顾念一 我知道他上了一天课后 会去画画 晚上会缠着爸爸妈妈 去一家餐馆吃饭 喜欢逛街 喜欢葡萄 喜欢漂亮裙子 喜欢亮晶晶的饰品 这些都是我 通过他留下的蛛丝马迹 一点点拼凑出来的 我15岁时 在陈家情况已经略微好转 我挑了一束最漂亮的玫瑰去见他 我想感谢他 但是我忘了 过年一今年已经20了 我撞见他和一个男生 在宿舍旁的乐际从前接吻 他闭着眼 双颊通红 我远远看了一眼 脑袋发懵 惊慌是错间 玫瑰落在了地上 我捡都没有捡 落荒而逃 接下来两年 我控制着自己不去想他 但是17岁那年 我梦到熟悉的宿舍楼 熟悉的乐际从 只不过 和顾念一接吻的人变成了我 我坐了一晚上 最后得出结论 为什么不能是我呢 我订了最早的航班 拿着一束玫瑰去找顾念一 无论如何 我都要待在他身边 温水煮青蛙也好 怎么都好 我就要留在他身边 但是我撞见了他的婚礼 刚坐上车报完地名 师父问我是来参加小顾总婚礼 那可要去别的地方哦 顾念一今年22 刚大学毕业 就嫁给了霍然 霍然配不上他 霍然都不知道 顾念一最讨厌吃苹果 但是霍然把一小块苹果 递给顾念一时 顾念一却开心地吃下 好吧 顾念一很开心 那我也开心 那束玫瑰被我扔在了 婚礼外的垃圾桶里 顾念一婚礼上玫瑰太多 他不需要 20岁时 陈家大半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 他们终于察觉到不对劲 借口派我去外地工作 也是这次 我看到了霍然 他身边跟着一个女生 他看起来很生气 边走边说 他们把我当成什么 顾念一的附属品吗 他身边挨他一头的女生轻声回答 别生气 然哥 肯定是你的能力最重要啊 他们从我身边走过 我的指尖都兴奋到微微颤抖 进了会议室 我看着弯腰等我的人 我只有一个条件 在霍然面前多夸夸顾念一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很上道 懂得 您放心 不 你们不懂 我说的夸是否认霍然的一切成绩 闲下来 我就在顾念一 经常去的画室对面办公 直到某天 我看着他拎着颜料走进画室 我知道 我的机会来了 顾念一捶着头问我 今年多大 我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的目光 不让他太过放肆 二时 顾念一 我从13岁到20岁 整整认识了你7年 顾念一心软 在我捶头说出 我是不是很没用 时 让我去赶走霍然 赶走他其实很简单 我只要站在他面前说 你不能一辈子都靠念一吧 他就被轻易激怒 他想证明自己 但是他自己又做不出一番成绩 因此他想让顾念一去工作 感受工作出成绩有多难 以此 向顾念一证明自己并不是没用 但是他忘了 顾念一手下那些公司 他是生下来就会管理的吗 他好不容易可以熟练掌握那些管理人的方法 为什么要去涉足自己丝毫不熟悉的领域呢 顾念一拍着我的头喊我 陈总 他眼里的言语太过明显 但是他又说 怎么不找我投资啊 陈总 从最开始 我小心翼翼地侵占陈家的资产 到后来 我慢慢在暗地里 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每个人都是带着算计接近我 没有人这么轻而易举地对我说投资 我看着顾念一带着调笑的眼 那一刻 我想亲他 但是他照顾我这么久 对我像是隔着一段安全距离 我甚至怀疑我是不是被他买去气火燃的工具 那天晚上 他领我回去 但是下一秒 他对我说没有他喊我 我不许出去 我知道霍然来了 我在厨房模模糊糊 能听到一点声音 我嫉妒 我嫉妒霍然 那天晚上 我洗了74颗葡萄 顾念一不吃我喂他的 一颗都不吃 他小心翼翼地避让 守着他认为的距离 我更嫉妒霍然了 凭什么霍然递给顾念一的苹果 他都吃 回去的路上 我找人打了霍然一顿 他蜷缩着身体 我把他拉起来 迎着月光 可以看清楚他的脸 我把他按在墙上 不停地问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霍然当时已经神志不清 当然回答不了 是顾念一打电话来 问我 时间太晚了 到家了吗 时间晚了 我醒悟的时间晚了 我要是再年长几岁 绝对不会是这个情况 顾念一搬家了 我每天守在他家门外 看着阮安从小区里跑下来 我知道他们应该快离婚了 那天我守在门外一夜 凌晨时 我去了玫瑰园 摘下最大的一朵玫瑰 仔细把刺摘掉 又急忙驱车往回赶 顾念一和我是有缘分的 要不然 怎么会我刚到停车场 就看见快递员上楼 快递员手里拿着薄薄的纸张 我把手中的玫瑰看了又看 我第一次主动敲响顾念一的门 把手里的玫瑰递给了他 遇见他那年 我九岁 第一次想送他玫瑰时 我十五岁 第二次想送他玫瑰时 我十七岁 现在我二十岁 整整十一年 我终于把玫瑰送到了他手里 我想把我一起送给他 我这朵内里已经腐烂发臭的玫瑰 但是顾念一不收 他从来不是什么蛮横的大小姐 他连拒绝都特别温柔 他说我只欠他一躲 霍然在破产后醒悟了 他来找顾念一 他没了以往风度翩翩的样子 衣服皱巴巴的粘在身上 我手在顾念一门口拦住霍然 把他拖到外面 他嘴里含着 念一 帮帮我 我一拳挥在他脸上 他倒在地上 看着我却大笑 我不会离开顾念一 我不会离开顾念一 我充耳不闻 一拳一拳打在他脸上 他躺倒在地 最终 我报了警 我要报案 霍然涉嫌非法交易 他此时向是明白了 指着我喊 是你 你设计用那个空壳公司和我签约 我蹲下身 看着顾念一那层楼的灯光突然亮了 这才看向霍然 是你太贪心 临近冬日 天亮得很慢 顾念一出来时已经快九点 我还是走了上去 学着第一次遇见时的语气 念一解 我什么都不要 名分也不要 让我陪在你身边吧 他轻轻推开我说 不能 还有一句 以后不要守着我了 我不需要 全能玩 感谢观看